吵不吹解 戏剧永远在 大家好 我是范巴斯特 欢迎来到范巴斯特说题 我们都清楚这个曼莲是在英格兰联赛杯中 以2比0战胜纽卡斯尔 获得了五年以来的首冠 我本不想讲这个 因为越讲这个是对有一个沙漠民宿 对他是一种不尊重 可是呢 有的好朋友要求说范哥为什么不讲一讲 再加上这个摩根 又在这胡说八道 所以说我真得讲一讲 首先曼莲的这个胜利 是这个福克森和腾哈格联合打造的 这个球队已经走上复兴 你比如说这个靠着卡塞米罗和拉什福德 这两名最重要的曼莲球员 两连级 完成这个胜利 本身你看曼莲 你看领奖的时候 包括这个球员们庆祝的时候 包括腾哈格和这个利桑多罗马特内斯 还有安东尼跳舞的时候 我们所有曼莲的球员 不仅仅是进球的卡塞米罗和拉什福德 尤其拉什福德是被认为是曼莲 可以说重要的球员 也是整个英兰的地星级人物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还是因为整个曼莲的团结 因为谁啊 谁走了 曼莲团结 咱们说 用没有说他名 可是这个摩根居然来穷记录 咱们说的 韦霍斯特 踢的不好 这曼莲球迷假装 接受他比C罗好 比阿维罗好 谁现在不如阿维罗 就胡说八道吗 我们这个必须得说 这个你看啊 韦霍斯特 他在这个 对尼卡斯尔这一战中 他有助攻 有很多威胁球 有持球 有分球 有来回奔跑的防守 这是这一战 那么整个对曼莲来讲 让韦霍斯特来 就是起到一个 你阿维罗 根本不具备的支点作用 韦霍斯特不要求多进球 因为能进球的球员 在曼莲有的是 他这种在禁区内的 百度 侧影 以及能回撤到前腰位置上 分球 攻守兼备 这是曼莲需要的 你包括这个 韦霍斯特 在国家队 我们都清楚 本届世界杯 在荷兰国家队 他还打进了世界杯冠军 阿克廷两个球 这就是韦霍斯特 让他上 怎么样 人家在俱乐部 比你阿维罗 对曼莲的作用 好的多 大的多 人家在国家队 同样有世界杯淘汰战的进球 你阿维罗有没有 你没有 你五届世界杯淘汰战 零球零助攻 五届世界杯 有三次是 这个最差阵 还说啥说呀 你摩根 还怎么在 人家 曼莲说明说 我们 将自行决定 给不给阿维罗这个 这个 就是说奖牌 当然了 我建议是给 省得他又说你不尊重的 同时我也希望 给摩根一块 因为无论是阿维罗 还是摩根 都是曼莲复兴的功臣 摩根还说呢 曼莲有今天也感谢阿维罗 阿维罗说了 重建从他开始 是啊 他少说了两个字 清除阿维罗 就是曼莲重建的开始 人家这不用 什么重建 自己自带的底子 再加上一些 买进的球员 人家就可以 重回欧冠区 甚至能争夺 这个英超的冠军奖杯 又夺得了五年以来的首冠 而且在另外的 像欧冠 在英超 在祖总杯 依然保留着 当然我说错了 是欧联北 欧联 这个英超和这个 租总杯 还保持着争冠 为啥说错了 太可怕曼莲重回欧冠了 人家本身就是欧冠球队 让你阿维罗 正到欧联 所以说 曼莲 既感谢 福格森 感谢腾哈格 感谢全队 感谢球员 感谢球迷 这是正向的 还要给反面人物 阿维罗和摩根 也对你们感谢 幸亏你们走了 好了 我们今天讲讲这儿 我们下讲 再见